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 Reboon打针斗舞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个是红教堂 我是真觉得我本来甚至觉得 这边东玄会搬祭祀的 他搬了一手佣兵 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 东玄想要打得更激进一点 因为佣兵的话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嘛 然后球人这边 你不搬我也不选 掏了一个守墓人 这守墓人掏出来就是 更多的是趋向于想跟东玄保平 因为觉得东玄这个女巫 确实杀伤力有点大 我觉得是这样子考虑的 也不是说不行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图 祭司不拿真有点可惜啊 或者你可以这个心理不要嘛 把心理换成一个祭司也可以啊 心理就有祭司存在的话 东玄大概率不会抓这个心理的 那我这边对吧 补来一个信徒给到守墓人 总不会要抓守墓人这么凶残吧 东玄这个开局 哎娃娃一刀打 那这边出出娃再放一个放在墓地 然后人拉走 东玄这边可以再打一刀娃 如果能再打一刀娃的话 他这边也挺香的 他放狗了 这边要放狗 放狗咬住以后打一刀 他是刷新那个寄生的 信徒拉近以后应该直接放狗了 咬住 然后刷新 刷新了以后呢 给吉尔士补上信徒以后 两信徒来包夹打 这样的话比较快能击倒 因为你再打一刀 那个娃娃 这个前期击倒的节奏就要拖很多了 就要拖很多了 虽然说现在放半个娃在那边凶嘛 但是以东玄的大局观 待会指不定对吧 把你往目的方向一逼 然后这边牵着 用那个信徒去打这个娃 也有可能的 这种事情东玄经常做 经常做 这就是要 就怎么说呢 就是要看一个人 他是否有这种深谋远虑 有的人对吧 可能就只考虑当下 有的人那就对吧 就像那个下棋一样 多考虑好多不呢 好这边牵起来 然后信徒往哪里放 要来防前锋了 这边等于说多了一个信徒 去干扰守墓人 那因为有前夫有干扰啊 这边的话 这个娃娃好像可以保下来 可以保下来 淘行这边要救嘛 我觉得可以考虑卡半救一波 这个局面的话 其实对于穷人来讲东玄的击倒是偏慢的 这边对 吃一刀 然后心理学家直接移情给守墓人也可以 或者说这等一等 因为这边守墓人现在是没有危险的 待会看情况要不给前锋移情 给了 还是给了 这边移情应该还是给到守墓人了 吃一刀 捞下来 走 追一刀 那这样的话 女巫应该是再给前锋补一个信徒 这边需要给前锋再补个信徒 不知道跟不跟得上 因为前锋这边当时距离上面拉的有点开 对于球者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密码机 这个密码机已经是修的差不多了 总量就差最后一台的总量了 就差百分之一百了 信徒补上他甚至可能要考虑本体放狗 把这前锋给秒了 甚至要考虑本体放狗 把这前锋给秒了 才有可能能够压住这边穷者的 这边是守墓人捡了圈 直接帮前锋来消信徒 这个人挂上以后 你还不得不得不说 这把穷者打得非常的不错 流程上面安排得非常好 东穴这边的话 要找最后台机子进行一个干扰了 要不然这个局是一个私人开门战 守墓人提前交产 稳着来 看东穴 东穴这边的话 怎么来安排他的原生信徒 一刀 他原生信徒打一刀 守墓人来做防守 切闪现 要追一刀 不让守墓人救人 但是没想到这边心理学家带了个薄命 把人给捞下来 那这样的话 技术拉开 这边遗产机放出来了 东穴能不能守住这个遗产机 满状态心理学家 因为你这边追这个 你如果选择追这个心理学家 这边不是原生信徒 不是原生信徒 机械师可以把这个信徒带走的 机械师这边 机子好像已经差不多好了 机子好像差不多好了 一刀没打中 我的天哪 这把求人者的一个运营好流畅啊 核心问题还是由于第一个信徒是交给守墓人的 所以说东穴这边 他的一个起始基点完了 他击倒人挂上的一个起始基点完了 然后又因为这边机械师的娃娃呢 没有能处理掉 闪现过来一刀带走 挂飞机械师 心理学家这边能走吗 好像被压了 好像被压住了 好像被压住了 挂飞机械师 这个是一个单信徒 还好地窖不在这边 地窖如果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一个多跑 但现在的话还不好说 因为这边信徒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要跑门的话 你始终要往这边弯过来 我信徒是可以封住你的走位的 除非前锋来一波撞 我们看看前锋要不要来一波撞 给不给一波撞 20秒闪现 守墓人先走了 这个板子是不能破的 这个板子不能破 他这边女巫的话 要慢慢的把这个原生信徒压过来 两信徒来包夹 但这里切信徒有加速 扭 一刀 那走了吧 平局 那走了吧 平局 东旋在开门战最后一波上面的一个安排 还是比较合理的 最终是保下了一个平局 但是这马的话 Rebone的穷者确实打得非常好 他们两波 不过整个运营当中是机子是一直没有断的 所以这把机子非常的快 好 好